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点加入星电视YouTube会员吧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 我是尔方远狂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七》 接下来说下 在未来12月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大家都知道 我通常对于选举民主制度 一向持鄙视的态度 因为在极端化的社会中 只会选择牛鬼蛇神 所以美国的民主峰会 都是等同于大话峰会 而香港过去的地区直选就更可怕了 因为香港内部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社会 偏偏选举的方法是在五个巨无霸的选区 由百多万选民用比例代表制 选择最多九个议席 所以通常会出现一些 其认古卫正光极端的候选人 他们可能只需要得到 少至至2.5的得票率 就能够成功当选 于是香港议会自然变成了 荒诞可笑的连续剧 只是辅助市民大众 经过2019年黑暴之后 中央政府都明白 这种民选制度并不适合香港 所以必须作出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经过了第一步加大选委会之后 到未来12月19日 就会进入第二步 选出90个立法会议员 在新制度下他们大部分都会变成 由间接选举产生 无论是选委会或以机构 和个人票选出的功能组别议员 在这个制度改变之后 就会出现更多专业和不同阶层的代表 单纯是政治性质或政治背景的议员 就会大幅减少 所以无论外奸如何批评香港选择制度的改变 从候选人身份代表的社会光谱来看 新一届议会肯定可以在代表性上大幅提高 当然 这样并不反映未来议政能力同样可以大幅提升 毕竟新人士需要磨合 有些重出江湖的政界中人能够发挥怎样的影响力也比较难预计 就算是在1500人的选委会中 备受争议的人物也有不少 不过怎样说也好 因为上届议会选出来的议员 实际已经太多麻烦太多古灵精怪了 今届无论怎样都可以谷底反弹 由于选委和功能界别有不少的限制 所以只会有部分组别有比较激烈的竞争 而选民数目也不多 关键反而是这些胜选者未来怎样开展工作 以及怎样能够强化议会的功能 正如中国说到全过程的民主 重点都在于实践 所以我们今天将重点看回正如下来的20个地区直选的议席 今届地区直选议席中有两个最关键的改变 其中一就是所有参选人必须得到分组选委的支持提名票 而另外地区画界重新分成10个选区 每一区只剩2个议席 就采用双议席单票制选出 也就是不会出现一些得到2、3个百分点 就能够取胜的古怪现象 而在另一方面 因为经过反修例的抗争 黑暴、国安法、 违法潜逃和修订选举制度后 本身香港选民的成分都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 选民的组成方式 无论建制或反对派阵营的成分 与比例和过去都会有些不同 以往原先的所谓4、6传统比例 就能亲中派办之15 建制派办之25 中间派办之10 和反对派办之35 以至于激进反对派15 所形成大概是8.45对55的比例 虽然大致的比例不便 但投票意向 可能连建制派的结构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因为阵营内过去一段时间 建制派对于特区政府的猛烈攻击 还吹起了一个爱国不爱港的风气 令到传统建制议员不利 反对派因为领头人出走 也会打散支持者 所以选民的成分可以变成 亲中派会上升成为建制派的主力 可能涨到25% 传统建制派会剩下10% 而中间派会稍微增加到15% 反对派分别成为同情派的25% 自由派的10% 和死硬的激进派 除了有些可能移民走了之外 少了一些之外 仍然可能都会保持15%左右 由于中央政府在特首选举之前 没有就着特首人选 有些明确的表态 变相令到立法会选举的变数 就多了 因为目前政府的权威肯定大幅受损 传统建制派议员其实也受到牵连 令到支持度下跌 令到新人更多的机会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当然是因为 政制出现改变的话 会有更多人入局的机会 所以会有更多人 希望局面越乱越好 重新才有出头的机会 令到建制派议员竞续连任 更会出现变数 而另一方面 以往因为选举文化倾向于两极化 令到中间派选民的投资意欲消失了 或是会更加倾向选择激进的候选人 再加上激进选民投票意欲更加高 所以过去十年可以见到投票结果 只剩下建制派对反对派 中间派差不多完全没有胜算 新环境虽然会令到中间派的支持者增加 但亦都因为同时在直选的选举制度改变 每个选区只剩下两席 但只不令到要得胜的得票比率更加高 令到中间派只能左右大局 很难取省 所以在选举席中中间派仍然不利 相反在选委和功能组备中 中间派可能会更加有利 这段时间在政界内有不少都在谈论投票率的问题 以及到底投票率高低的影响 现实也只有过去两届 选举的投票率率略略超过五成 较早期的好像去到2008年 其实只得四成多 更现实的问题是 其实投票率低对建制派是有利的 就算在现在新的选举制度下 情况仍然如此 在这图表里面提到过去投票选民的成份 以及他们会愿意投票意欲 当中的亲中派和建制派一向比较高 因为有动员能力 反对派甚至激进反对派的投票意欲 惯性都非常高 加起来的数据达到54.5% 这也跟上一届的总投票率相近 不过在新的成份下 这种情况肯定就有变化了 而在现在大家看到的图表里面 我都根据了选民的成份 即是他们各自 节目比例 以及他们不同的投票意欲 其中有一些预计 可能在亲中派和建制派倾向在动员之下 投票意欲比较高 而肯定在未来的自由派、同情派 以及激进反对派的投票意欲 肯定会降低 而做出来的结果 假定如果是亲中派和建制派 都保持大约五成的投票率的话 可能最后出来的结果 整个总投票率可能只得31% 如果亲中和建制阵营的动员能力比较强 再加上一个相对正常的中间派的选民投票意欲 今年的投票率最后应该在四成之上 虽然反对派、激进反对派等 投票意欲肯定会降低 但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投票结果反而有好处 不过由于反对阵营分裂了 建制派有不少都是因为亲中而支持政府 而他们的投票意向更难估计 也因此令新人更有利 反对派之前提到 因为选举制度改变多了入阶条件 要得到所有五个界别的选举提名票 并且还需要过资格审查那一关 所以能够入阶的只能够称为踩界派 但过去的反对派 现在或者应该称为同情派的选民 会如何看待这些踩界派的候选人 是会视他为更加应该被仇视的艳仔 还是说可能都勉为其难 投上一票的选择 这种考虑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影响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们看看 无论是在不同的新的成分架构里面 其实亲中派都可以说肯定是会得到一值 但到在花落谁家就有些难估计 而中间派和踩界派之间 踩界派都仍是占优 如果中间派能够有比较鲜明的候选人的话 未尝没有爆冷的机会 最后就要恭喜中联办的一众人员 因为今次应该是他们第一次 在选举过程之中 不需要花多精神去进行拉票或者配票的工作 更加不需要支持哪个候选人 今次他们最重要的角色 或者最大的改变 就是要自身事外 我是霍远强 多谢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下一个星期再见